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类 我刚回圈资料结构与制定函数部分 OK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难度又比那个刚刚的这种结构控制 就是那个逻辑判断 稍微又复杂一点点 那重要性的话 我想彼此之间各有 彼此之间都会互相的使用到 所以多半的结构呢 会在回圈里面会有逻辑判断 很多时候都这样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回圈就是 我刚刚提过 如果你有次数上的限制的话 你可以用4回圈 然后呢 它的预设自动加1 如果你之前写过的原因应该多 然后叫坏回圈来的简易 OK 相对的话 如果你写了 像习惯了 如果坏和4回圈都可以做到的话 但我习惯还用4回圈 因为4回圈相对它比较简单 而且呢 它有一个清单范围 也就是说我给它一个范围 它就帮我把那个范围跑完就OK了 所以待会的话也许我们要写一个练习题 请你帮我把1 一直加加2 加3 一直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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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99好了 并且帮我把那个结果拼得出来 OK 那总不可能说我今天怎么样 用A A等于1 B等于2 然后 C等于3 不可能吧 你不可能用那么多的变数去累加 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4回圈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你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个变数 一个范围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要该怎么撰写 我想待会我们来看 那快要回圈跟4回圈最大差别是什么 它不是清单哦 它会进入到那个回圈里面的话 会去继续做的都会有个条件 也就是后面呢 快要后面会有个条件 如果那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才会去做 为false的话呢 它就跳离了 另外的话呢 它不会自动加1 这个跟4回圈是不太一样的 至于你说哪一种回圈 比较好写 比较好用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看人写 我发现像我自己喜欢用4回圈 可是有的人 有的人呢 他反而喜欢用坏回圈来写程式 结果能不能做出来 也一样可以做出来 两者间是有相通的部分 只是说你要了解呢 到底它之间有什么差别 那比如说当我1加到99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可以用4去叙述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很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加到99 计算总和 比如说这个地方可以用一个4回圈来写 那要怎么去做输出 特别注意 我们今天假如说用4回圈来叙述的话 特别注意 4后面的话 跟那个在VBA一样 4i 后面的话你可以 比如说in range 当然你如果不用in range的话 你可以自己打 如果这个自己打的话 你可以这样 小瓜糊 1 豆点 2 有没有 这样子 不过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要一直豆点到99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它自己帮你产生的话 很简单 你可以用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方选 一个函数叫range 比如说我今天要产生的是1到99的话 记得你这边这个range非常重要 这个range跟那个VBA里面的range 有一点点那么类似的 那它的范围的话 就是你 比如说我要从1开始 豆点的话 我要到99的话 特别注意 你后面必须输入什么100 OK 输入100 为什么输入100呢 因为它到100停下来 也就是说呢 它是到100停的 所以它只会执行到99 这个是它的规则 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 这个是出这个是一个开始的值 这个是一个结束的值 但不会被执行 OK 所以到这边为结束 那当然后面其实还有啦 后面预设值是1 意思说step 也就是说它会自动帮你去加1 OK 那如果未来 你假设你的 你的数字不是1下一个是2的话 而是你要13579的话 那你只要输入3就可以 输入2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输入3的话 变1 再下一个间隔的话 那就变成4 有没有 还间隔3 然后可以以此类推 那另外的话当然有负的 也不用我负1的话 不过负1的话你可能要颠倒 比如把100有没有 那这边就是1了 意思说我先输出 如果99到1的话 那你就输出99 到1的话记得stop就变成0了 有没有 它就输出到0停下来 0不会输出 那到1 OK 这样的写法也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先不累加 我们如果不累加的话 就直接在这边打一个print printer printer什么 printer i就可以了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i给print出来的话 我改正常版 1到100 然后后面先不要start 不要的话预设就是1 所以这个就不用写 没关系 那如果我这样写完的话 有没有 for i in range 1到100 停下来的话 那printer你会发现 执勤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会得到什么结果 他帮我1 因为他这边跑一个printer 把1 后面会有个换行 2 3 4 一次类推 有没有 到哪里停下来呢 到99停下来 OK有没有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他就一个一个帮我做输出 但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不是要输出 我现在是要把i的这个词 帮我累加 怎么样做累加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累加的话 请记得 这边就不是print 那不是print要做什么 第一个的话 你就要再增加一个变数 变数的话是sum sum等于sum自己本身 再加i OK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他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产生一个sum预设值 初始值 假如说你就是加了1的话 然后回传回来 就把它存在这里 就变成本来0 0加1 然后就把1的词帮我放在sum里面 然后再加2 意思是说 把后面的东西加完之后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所以1加2 再加3 加4 加完之后 把sum 全部都通通累加了 累加完之后 我最后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print 比如说我最后 print 记得 写到这个阶层的前面 print print什么 把sum的结果 帮我print出来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程式叙述吧 OK 意思说帮我全部跑完 这个是全部跑完 因为阶层的关系 所以它是在它里面 但是呢 特别注意 如果你现在叙述 最后把这个结果print看看 print 那你会发现 Type Air 他这边会跟你讲说 这一行有错 为什么有错 其实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呢 有关系到 因为我要把这个sum print出来 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 你的sum是写在下一阶 意思说你的sum的变数 是for的所谓的区域变数 区域变数 区域变数 它的资料是他们自己家里面的 那print是在外面 等于是说在外面 我自己家里的东西 跟外面是分开来的 所以如果今天要取得它的东西的话 必须第一件事 你要先怎么样 先在第一行先多这一行 也就是把这个sum 先给它一个初始值等于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先宣告一下 我说这个sum的资料 不是放在for他们家里面的 而是先把它放在外面 大家都可以存取得到的地方 ok 所以 而且接程你会发现 如果你是放在这里面是下一阶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下一阶的问题 这样的话呢 你在存取的时候才不会发生错误 像这边的话会有出现这个 typeL的问题 ok 我们再试一下 如果这样把它执行一下 看一下o 就正常了 主要是什么 区域变数跟权域变数的问题 所以记得 这边一定要多一个什么sum等于0 你print才不会发生错误 那当然呢 最后呢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在前面呢 再加一个什么 计算总和 串接 比如说我这边 可以怎么样 再多一个 总和 计算的总和 是多少 但也是一样 如果你在print的话 它一定也会发生错误 typeL 因为呢 你这里面是int 这个的话呢 是字串 所以如果你现在把字串跟int 串在一起的话 要加什么 要转型 有没有 所以要什么 STR 把这个sum怎么样 先转型 然后再把它执行 这样就ok了 好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也许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 把这边呢 当然我现在是把1到99做累加 可是我如果今天是要把什么呢 所有的奇数 1到99的奇数累加的话 怎么做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要把1到99的偶数累加的话 该怎么做 奇数跟偶数做累加 那这边当然有几种方法 其实 在 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for回圈里面有一些brange的叙述 刚刚这个提过 其他的话呢 当然还可以用什么 break 跟continue 这两个东西 不过我跟各位讲 break用的比较多 但continue用的真的比较少 我几乎程式里面很少用到continue 那当然的话 可以做一些逻辑判 反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先累加一下for回圈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